沒錯 小Faker 這個反觀 冷靜一下 就是第一季 第一季大熊推得要死 你是要說他自己喔 然後第二季他自己衝到第一 然後第一季FANO是冠軍 然後第二季又被淘汰了 蠻慘的 只能說歐洲區競爭很激烈 這個沒辦法 像是他們另外一組是 四個6-8 ORANGE啊6-8還被淘汰 對對對就是他們最後四名是 善機是一模一樣的 真的很兇啦 6-8都還能被淘汰 快五成勝率了咧 實力不夠 只能說他們可能技術太掉以輕心 嗯 我覺得真的就 像我這一季開打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 第一季因為不會被淘汰嘛 結果大家看完就沒事了 像剛剛他們選手訪談也有說 可能自己第一季的時候有點那個 都很輕鬆 太輕鬆了 對 第二季剛開始打的時候真的沒有什麼想法 就算神聿的開季狀態也不是很好嘛 對 他好像有點敗 對啊 就是一開始就大家都貼各區的上級冠軍 這一季都是零槓多開季 就是 還沒有直接繃緊說 喔這一季是會踢人的 你要小心這樣子 對 好險 好險他們後來都有回溫 對 好 Tiler是聖薩木 就是說他的這個 德魯伊 德魯伊被ban了 嗯其實蠻正常的 因為 因為槍術他帶的是無雙烈嘛 所以無雙烈在打這些對局的時候 理論上 還是可以維持他打什麼對局都無開的特性 對 就是 看秘密看秘密 然後突然丟一個暴桶出來 就是 剛剛沒有看到 泰勒保了什麼 我感覺他應該 還是繼續保牧師 嗯 以他的個性來說 因為他們在他們心中 星火木還是這個META的T0牌 嗯 不過我是蠻好奇的 因為其實 不過剛剛他雖然打贏全身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 遇到薩滿的話 是牧師還是要開銷的 嗯 畢竟現在那個西安斯圖變有點太強 因為他們 這一個 無雙烈 所以 這大熊擺回來 又把 幻光碟跟 獨日者間諜 又都拉回來 就是盡量把費用填滿 然後再把 炎魔跟野心忽然丟進去 對炎魔跟野心忽然 是本來大概就期望這個版本 就是送給他的禮物 對差不多 只是前面那些牌就 他可以帶更多東西 可能就不希望自己一費二費 真的太空 因為之前會 這些一費二費用了也不是很強的牌 他們都會拔掉 補在 四費的部分 比如說我特化個破法怎麼來打牧師之類的 對對 像他們就把一些功能性的牌拔掉 對 比如說以前也會放右耳劍嘛 也拔掉了 下偶也拔掉了 是 我第一場就給他抓到 那就直接 0掛一個 因為你掛冰凍 你就很高的機率一定會 觸發 其實不一定 你掛踏板 你掛踏板 我就會覺得 有可能可以讓獨二者見點 二費可以下 對對對 我是在想就是 他應該是 他這樣跳一定是希望獨二者見點能做到 因為冰凍理論上是 越能限制住牧師越好 嗯 然後這種時候 牧師通常 我就破啊這樣 反正我大不了等一下再溜嘛 對 但是踏板的話 就 牧師會比較怕 你看他 他就選擇直接打 所以剛剛蓋冰凍的話 就 對我說 掛冰凍一定會破掉 對 他不想看到這個 他更希望是可以 奪惡者見點 因為其實現在比較少在帶奪惡者見點 嗯 對啊 比較難發揮到 但是他這樣子直接貼 好吧 二三十還是蠻強 還是蠻強的 嗯 不過這邊就 太熱要準備秀一波了 這邊順序應該還是先 盾這個北郡 因為你預期等一下 是會盾完環 然後火戰去換這個多澤 嗯 所以 看要不要考慮直接 兩個盾都貼這個北郡 他選擇要 他有在放踏板 哇有點尷尬 那太熱這邊就要想金屬了 因為其實打獵人 以牧師的角度來說 只要走錯一步 這一局就走了 對 因為他這邊其實選項蠻多 他可以選擇天氣 或者是二二三丟下去 或者是盾 再盾 再抽牌 想要去綠到那個 引魂者 或者是大劍獅 這種 嗯 然後這隻就給你了嗎 那如果這邊只要 上面大雄把武器的話 這一把就走遠了 是 這邊選擇蓋冰洞嗎 對 以獵人的角度來說 會希望能夠 越早震住這個 這個檯 這個檯面越好 但是下爆炸的話 人家說下冰凍的話 對手其實 很容易破解 嗯 因為他短期之內 是不會 不會來那個的 不會來觸發 可能就只是希望這個首領 可以準時下 可是Tiler後面這幾 這幾首都進了 有點東西的 馬上追一個 隱魂者 阿密特這邊應該 沒辦法先下 這裡其實就 有一點點難 因為Tiler 以他的角度來說 他完全不知道 這個秘密是什麼 沒有根據 還要防補屬這些 之類的 其實蠻尷尬的 他又怕 如果是狙擊的話 這個阿密特被爽換 他選擇要燒光 然後再下 他選擇還是TNC 因為照這個 這個節奏來走的話 牧師已經走得 稍微走遠了 不好說 等一下阿密特看有沒有機會 他的想法應該就是 在這邊等 他選擇不動 他選擇不動 哇 秘密 哇 已經抽了四張起來了 這樣子只是把 補屬 跟狙擊抓起來 兩張 運氣也不是太好 其實有東西丟就可以了 不要按到TNC 他這場還沒按到 對 就是這個對戰來說 牧師要想的東西太多了 然後剛好他每一個秘密 對應到你的打法 剛好都相反 比方說如果是踏板的話 就要先動 那如果是冰洞的話 就要先拿秘密 就會剛好 就要先拿法術 就會相反 但這個沒辦法 他就只能選一邊走 對很多時候是要看對手的 對手這手怎麼打的 來決定說 看不看得出來 但有時候其實看不太出來 因為他T2掛了 對啊 或者是說他騎手 是不是留這個秘密 前面那幾 兩顆秘密 他應該是沒得選 他就是這樣探 對他其實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 被踏板到 蠻傷的 對 他一張牌都沒抽到 我們上帝四角看得清楚 所以就知道他探的是 比較不舒服的結果 這邊要直接 沒有 還要再忍 可能下一回合 4 1 2 這樣子 想一口氣三隻 三隻怪 比較容易活下來 哇 六費等一下可以直接做 他這個前提是對手這邊要 一定要控過 因為如果這邊打一個釋放野獸 你等一下 也沒有什麼用 就是你蓋三個秘密 我能接受就對了 對 已經算可以接受了 那暫時 能4-1-2嗎 4-1-2就是你一定要吃 補輸 至少你知道 我在想他要打幾張牌 哇 這邊還吃一個狙擊 感覺就真的很 這邊好像就變成 只能打這個補滿了 嗯 因為對手這個太明顯了 一定是爆炸 不 一定是老鼠 一定是老鼠 這邊布萊恩衝出來囉 喔 喔他忍了 這個沒辦法 但是不然還是 還是得放 不然還是衝出來了 他隱魂者也用到一張 他死了蠻多東西的 這個對局就很常是長這樣 這樣應該是到了 恭喜 衝術 無雙獵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感受到 改版的感覺 沒錯 他還是用了 舊版本的 無雙獵就直接獲勝了 還沒輪到那個 炎魔出場的回合 對對對 但他這樣改 主要也是幫助 這個獵人打 戰士 會好打一些 還好打任務的 對對對 會差蠻多的 後面的5678的 每一回合都很強 但是 他如果前面就12345 也不用5678了 因為其實無雙獵算是 我覺得他應該算帶的好 有感知到這個 要帶這種牌來客製任務的 跟牧師 因為你一定會預期到 大家會選擇 求穩 還是先帶一套新火木好了 再剩那三套再慢慢想 而且也蠻符合他的預期 總共三區 23個 22個新火木 一個任務木 所以其實無雙獵算帶的好 我覺得算帶的好 他選擇是保木 但木沒過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他還是選擇要保木師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 可以選擇保薩或聖的 因為你保木師其實 以大雄的角度來說 沒什麼優點 我是獵人聖騎跟 德魯伊 德魯伊被ban 薩滿 對薩滿 他德魯伊被ban Tiler是德魯伊被ban 對 Tiler是德魯伊 牧師被ban 所以以 Tiler的角度 他還是覺得說 對手牧師出來 我一定要ban掉 不能放出來 但是 可能是他們那群集訓的結果 但是我自己覺得 還能再想想 牧師現在可能賺不到那麼多好處 因為對手不會 這麼傻傻的上一套 劣勢對戰給你 是 因為畢竟現在還是勾散 所以其實 我比較好奇 Tiler 為什麼這場 他打大雄還是第一把 一定要上木師 我覺得比較奇怪一點 就變成說 給對手直接抓到 那等一下就是 大雄他 上薩滿 可以選擇上薩滿 或升級嗎 應該是上薩滿 因為他預期說 Tiler 嘴硬 還要在上木師 應該還會在上木師 差一點我們就是打內仗而已 果然又給他抓到 對 但是他是有解任務的 那有解任務就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 比較慢 對 你的動作要動起來會比較久 不過因為現在多了這個 進化跟兔兔的關係 應該會好打一點 在檯面爭斗上會好很多 哇 他的手牌有點好耶 像他這邊其實選項就很多 他可以選擇 打對面的頭補對面 這樣是三個 下個可以換掉 可是想要直接這回合就解 也可以直接這回合就解 只是比較不舒服 而已 那這樣他要把 硬幣活戰都叫掉 硬幣按掉 這樣嗎 這樣不是應該先打硬幣嗎 他選擇要下北軍 就是沒有要按 你原本是想說盾 盾這回合也要按 既然都按了硬幣 對不對 對對對 這樣有一個小風險 就是對手如果打殺成風暴的元素 或者是一個惡廢探險者家 剛剛拿到的幫中 比如說卡卡咯賊 就可以截掉回去 有可能直接吃掉 對對對 有一點點風險 但如果這樣打的話 下個回合是很順的 可以直接TNC 哇 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囉 就還可以跟本人講到 哇 跟鬼一樣耶 果然還是踢頂牌 可能還是 是 那這邊就是先TNC 然後盾火戰 然後對手這邊一定會來解場 你就可以下阿彌陀了 不用防DZ 對手很難不下怪 好 槍樹直接往後壓 怎麼這樣 恭喜這七種 抽了四張 哇 可以選擇再還耶 沒有沒有 太多太多 哇已經十一攻了 那你要不要直接算一下 那再還 是不是打死了 沒有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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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點 但他還是可以再還阿 對 冷靜一下 這樣再抽四張要爆了 先撞一下抽 你還的話一定會爆一張 但是我可以快把你頭打破 我怎麼不想 那直接打好 泰勒要打 他打了 再打破影頭 再加六 基本上踏熊燒刀草 我知道這把也輸了 這邊只剩一張 沙塵風暴元素可以救他 哇 那就要靠法術了 剩以太 閃電風暴也可以 這張也勉強可以 有那個痘痘可以幫我打一下 這張算痘痘是不是 我要叫兩顆痘痘 他是痘痘的樣子嗎 對啊 兩顆火痘痘 是這樣喔 對對對 不然你怎麼叫他 我不知道 我在問阿 這樣其實也跟輸了沒兩樣 說實在 兩顆痘痘阿 不像嗎 很像很像 我剛剛一直不知道回什麼 直接進化 會動的 阿一攻 可惜 崩壞 那就架起來吧 勉強可以再撐一下 不過同城不爆了 這邊有沒有機會贏呢 應該是沒有 因為沉默爆掉 那下阿蜜特吧 下阿蜜特好了 因為下阿蜜特下火 贏的機率蠻高的 嗯 因為小幫手 盾小幫手 就 心火就贏了 然後對手 基本上 好像是無解這個 這個阿蜜特的 應該是無解的 因為現在把原災禍給拔掉了 嗯 還是下阿蜜特了 把泰勒 喔 他要把洗劍做好 把幫重給解掉 不過其實沒有差 其實沒有差 對 因為這邊黃蜂也 泰勒也贏了 欸 小兔子 沒進化 剛用掉 那這邊就贏了 那這邊就贏了 標準的那個牧師碾壓 解不掉就下去 其實也算是 胎了天狐 沒辦法 真的接近天狐 還能比這樣狐更狐的嗎 可以 如果是223環的話 會更狐 可能更早結束 還是蠻輕鬆的啦 牧師 打這個對局來說 因為畢竟 我啟動的速度 絕對比你快 當然肯定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的 不想結任務 對 因為如果其實 如果734衝下來的話 可能已經 可能還有一點機會 嗯 因為以前的話 任務上要爭奪這個檯面 就是要靠 734突變嘛 就是734就要留 734突變 對 甚至突變734直接留 對 甚至突變734直接留 賭734會來 沒有不然你那個 什麼護光澤 北俊 我的 一費是長什麼樣子 沒有一直打得過 都是給你補血用的 對對對 就很尷尬 那 剩一下 薩跟聖 然後這邊是 也是一樣 薩聖內戰 不過 Tiler的薩滿是Token薩 對 就比較好奇 兩邊會上什麼 因為以他的角度來說 應該上聖級比較好 可是遇到對方的 沒有 那應該是聖級比較好 頂多打內戰嘛 我頂多跟你打內戰 就是打內戰 那跟你打任務賽 我應該是稍微開大一點點 對對對 看他怎麼想 對對對 他任務賽也是有放 那個瘋兔的 因為他們集訓一定有練到 Token薩在打一拳撤 是可不可以打的 理論上應該是開 應該是要開大的 對啊 你夠兇嘛 一波一波一直來 對對對 而且因為他是放青蛙之靈 所以抽牌 應該說有抽到會比較快 對啊 他只放一張 也不能說抽牌就比較穩 結果是薩滿的一張 對 這把Key卡已經來了 我在下這個 臭臭魚的時候 你還在結任務 那也就是說 他們應該一致覺得說 這個Token薩打聖級是開大 不然槍術會選擇上聖級 又有一個進化 那 是不是拿著呢 再拿一個進化 可以了 這樣好兇喔 然後等一下可以 等一下就清花之靈 然後就直接開秀了 但他這個能秀到什麼地步 閃電鍵打下去 哇哇哇哇哇哇 OH MY GOD 但是他自己不能直接享受 這一個兔兔 帶來的效益 可能要留一下 那要不要抬清花之靈就好 可以 對 還是說他想要翻天鏡 因為他不想要清化之靈 下一回就進化掉了 想要留給之後抽牌 那也可以 直接打3有個缺點就是會被對方做7、3、4 所以不想要直接打 對對 風險太高 殺成風暴野素也是解光 如果他自己能夠馬上秒做 那就好 我他選就是直接解光 那這樣子 好險 剛剛如果摊一手我這邊已經走了 應該理智 很難這樣直接摊 你要防太多了 有點爛 那這樣子3、0、1 直接做到最強 這個也來喔 沒了沒了 這樣沒了 這樣走 這樣上面走 那這個火豆都應該不按 不按了 直接打進化 這樣太強了 有沒有 大熊笑了 結束囉 地表最強的 這剛剛摸我這麼早就來了喔 我還抽一張 OMG 再把另外一個7、3、4拉出來 然後再丟出來 那個7、3、4加5加5 OMG 這個我看過 OMG 哇 你TC 你TC又怎麼樣呢 對不對 我其他隻大的跟什麼樣 他最好是偷犀牛 可是他偷犀牛的話 還是可以滅殺 他偷犀牛可以打那個3、3、3包 其實如果這邊有突變 有可能可以打回來 不過連TC都沒有 對啊 哇 他走了耶 走得好遠喔 不過他這個犀牛已經抽不到東西了 對啊 這樣已經很好了 你還要怎樣 他這個抽完出來這個是89 想看他再秀一下 這是一個8加9 這是一個8加9 還有魚人之魂加進化 他覺得現在這個檯面不是很強 還可以優勢交換 這個檯面對任務殺來說真的 已經很強了 太早出來了 那只能夠 4加0加錢解一下嗎 我可憐了 也太可憐了吧 哇 只能這樣 那一個嗜血樹是不是就走了呢 沒關係 那這邊還有一招 再進化 看你怎麼辦 又是交換嘛 先跟你撞一波龍 我們再進化一次 那這89我不想進化 可以 後丟 可以後丟 不過要算一下費用 怕到時候丟不了 很尷尬 因為你要撞三隻怪嘛 而且他這邊還有一個小細節 他可以先不要丟這個 那個 121 怕進化到末日 剛剛沒有進化也是因為 這個出來會是 就是 就是優勢要阿溫 對對對 他選擇要換掉 他要把零拉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隻不要進化比較好 還是他就沒有要進化了 還是他要把 就是我這121跟你換完之後 我就其他就 站檯面 這樣也有道理 因為他這個檯面其實應該 有點強的離譜了 主要是這兩隻是非夠強 只是現在就是這樣有一個風險 你說 就 這樣子還是給TC翻盤的一點機會 對 因為他選了牌要進化嗎 完蛋 木洛艾維納 但是這個閃電劍 8D 那為什麼89要丟出去 OMG 來 笑的龍 然後沒用 如果有TC真的有機會翻盤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他有點打上頭了 太瘋了 把那個89也丟出去進化了 那不就還好優勢超大 你很少有一張 那個八費比89還還強了 是 可波鼠跟蚊子 他眼睛突然震大 還有這個 怪怪的喔 沒有啊 對啊 就這樣 這邊等下換Tiler秀一個四結束零費 沒有可能要直接投了 還沒有還沒有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還能看一下是不是 場攻 場攻14點啊 他補了就死了 也沒嘲諷 再看有沒有嘲諷毒疼 那個嘲諷幫忙 就是 找一個泰坦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肯定都是有機會的 欸 是給他嗎 欸 兄弟 他要打黃蜂是不是 他要解艾維納 然後黃蜂 再硬幣2嗎 看那場攻夠了喔 他有點他有點他有點 我打回來了嗎 差一滴 這麼容易打回來喔 沒有那麼誇張啦 當中 哎呦 這個電解來騎 他要進化這個 一血的伏筆嗎 好像不太可能 要丟嗎 要丟嗎 這個E要丟嗎 不丟吧 可是你其實 你也防不了 因為你他對手還撞 還是可以偷 就把那個 對對對 他其實還是可以偷 哇 這隻也太難解了吧 解完又一層 解完又一層 嘲諷幫中 再頂一下 沒有 以太 可是費用已經不夠了 那輸了 如果有0的那個 忘記叫什麼 0那個加嘲諷回血的 先讀治療 哇 輸了 嗯 有跟預期的差不多 這個通肯剎 血虐 對 所以那個 十大於十四 帶任務殺的 14個人 剛剛那個兔子加 那個進化那波 真的太強了 但其實 現在這個版本是殺嘛 就是在打這個 就跟之前一樣 其實你說之前那個 任務有多強嗎 我不覺得任務很強 還不是靠 其三次跟0在打 基本上就是靠那樣在殺 對 那現在就是靠風土跟 對